近日,袁隆平院士团队在内蒙古杭景旗独柜塔拉镇建立盐检地稻作改良研究示范基地,先行先试中了一千亩盐检地稻作改良示范田。 6月24日,记者来到此地探访,看到昔日荒芜的盐检滩,如今被绿油油的殃苗所取代,呈现出一派江南水乡的美景。 据了解,杭景旗与袁隆平院士专家团队, 以及青岛九天智慧农业公司在盐检地改良和耐盐检水稻技术公关方面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启动了杭景旗站中华拓荒人行动计划。 2020年6月,在都柜塔拉镇,先行先试种植一千亩盐检地稻作改良示范田。 我们在当地开展盐检地稻作改良技术验证,然后培育一个适宜当地土壤水质的耐盐检抗地性水稻品种, 同时我们还将研发综合配套管理技术,然后通过我们的四维改良法来开展盐检地稻作改良,稻米品质提升这些技术的研究。 然后同时来帮助我们来实现一个稻田数字化的升级,逐步实现一个智慧农业的新模式。 通过我们对这个盐检地的改良,叫盐检地变成一个好地,然后对当地农民来说是一个能够提升一个农业增收的一个好事情。 为促进耐盐检水稻种植技术,在航景旗持续创新和产业化推广。 袁隆平院士海水稻团队正在独柜塔拉镇建设海水稻研发中心、内蒙古分中心。 基础建设已完成80%左右,预计在一周内全部完成。 平台投入运行后,将具体负责产学研究合作和联合公关,推动示范建设、市场运营和模式探索, 为航景旗农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并为核桃地区提供先进的盐检地改良的航景旗模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